過去24小時我們錄了8宗個案 當中的編號是424至431 這8宗個案沒有輸入性個案 有4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第一宗是427 她是70歲男士 她是退休人士 住在旺角維京酒店 7月中就從台灣回來 過了家居染疫之後 就一直住在那裏 因為是等回大陸的 她以前一直住在大陸 8月30日就有些停了 所以她都留了個樣本 是陽性個案的 她平時都沒有特別的活動 除了有時會去她媽媽那裏見過 即是會探望她媽媽在彩虹村 另外平時都有去旺角街市 429 她是男士87歲 她不幸發現的時候 已經很快就入了醫院那一身 她也是剛好住在旺角維京酒店 其實跟4827是同層的 不過就是不同 大家就不相識 因為我們問回家人 和4827 兩邊都是不相識的 她也是住在維京酒店幾個月了 其實都是等著回大陸的 因為鑑於她們兩位人士 都是住在同一層的維京酒店 當然我們都有聯絡 維京酒店就是了解的情況 那他們這兩位人士住完了之後 就沒有其他人住的 那他們清潔的員工 都是穿足保護衣物 但是我們都為免有些隱形傳播 或者我們都安排了他們 同層在同層工作的員工 都會做測試 還有其他同層的住的其他住客 大概有九間十間房裡的住客 都會安排他們做測試 就好了